其实陈道辉到底犯了什么错 刚刚丰英姐分析的非常正确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事前跟事后 为什么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点 疫情一开始要出现的时候 还这么贸然宣布要出去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抉择 这个防务部门把它回避掉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进港了以后 到高雄左营的军港的时候 谁宣布要开始放假 把这些人员解散 我觉得这两个时间点是最关键的抉择 可是你看防务部门提出来的报告 颜德发提出报告 他说他检讨了半天 他们有四项疏失 一是没有回报 这个没有回报 现在两边说法不一 因为陈道辉说他有回报 回报一个人 但是防务部门说没回报 那大家来看事情是怎么样 再追究探查下去 第二部门他说连检人员 没有做好完整的就医记录 这看起来这个责任在连检人员 医务部门要军医的部分 第三个是为全城被佩戴口罩 我觉得陈道辉可能 最重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的罪责 他就作为一个东部舰队指挥官 他们有没有完整 而且详实的要求 所有的军官士兵都戴上全城口罩 我觉得看起来 大概就是陈道辉最重的一个 就责的地方 第四个他说防务部门检讨的书师 是说这个没有规划境外的防疫 那这应该是舰纸部的事情 就是他的上层 海军底下的舰纸部应该做的规划 所以就防务部门提出 他们自认有四项书师来看 这个陈道辉顶多就一个书师 他们也许没有全城要求或督促 所有的官士兵都戴上口罩 所以到底有这么严重的书师吗 要现在拔掉他的官 大家知道军人的养成多不容易 而且这位陈道辉 据说在军中的好评是不错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陈道辉的心情当然是很郁闷 我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为什么全台要这样的猎物我追杀我 他的感觉也许是这样 所以那个讲话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后来 后来他就慢慢有点哽咽 有点情绪开始上来了 感觉快要有点歇斯低语 那这个当下 您刚刚提到那两位军中海军的参谋长 副司令纷纷把电话抢走 其实我觉得再讲下去 就把所有的实情都讲出来了 因为他已经情绪上来了 他也许一心想要捍卫海军 捍卫他的长官 他都说他是奉命之行 他绝不说出是谁给他指示 但是我觉得那两位长官很清楚 再讲一下结果 所有谁下的指令 为什么当初在3月5号要出港 这一些大概都要河盘拖出 拖出的结果 海军防务部门 可能连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 都被牵连在里内 所以可以看出来 是为了防止这些不该说的事情 所以他们有这么大动作 把电话抢走 这一看就知道 所以我们有这么大动作